大家好 欢迎回来《魔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珊 另外有点个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迪士尼乐园那边 近住酒店 度假区那边 我不知道大家多不多过去 如果你到达巴士站 即是迪士尼乐园港铁站 其实那边有些穿梭巴士 可以让你去园区不同的酒店 那怎样呢 我不知道大家 路径的时候有没有发觉 尤其是星期六一 非常多人喜欢银着单车 在那边缝来缝去缝来缝去的 为什么你用缝字呢 还有你这样说是否想被人缝呢 我都明白 我说这一节一定有些路权主义者 或者什么主义者 那些觉得单车 都有权使用这些路段 来踏单车 你说什么 他们合法地做 因为这些单车高手 高手还是低手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看到很多造型 就是当成自己的高手 而这次这一宗意外 也是差不多 如果单车来说 第一 你没有到后镜 你也没有那些镜子在旁边 让你容易清楚看到附近有没有车来 或者和你的距离有多远 或者有没有车在后面迫着你 你觉得自己比旅行更快 或者比较的士 他们也比较快 如果你不断的话 是可以比普通汽车 可以比普通汽车 再加上你看到这一节画面的图片 看到受伤的38岁姓虹的女伤者 它就是踏着一架有破风铃的单车 或者叫做抗风了的单车铃 就是你看到这一只 还有不便宜的 这一套铃 还没计算碟杀的位置 只是对铃这一副东西 我想如果新版本 比较漂亮的 去到2万元一队 它一只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版本 是1100还是哪一只 如果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想七八千都走不掉了 再加上你看看 它的车不是普通汽车 它是那种平路计分赛 就是两只手臂 前臂 踏在前面 就是那种 整个人都 目求你放平一点 那你的风阻就会低一点 它这些是瘋的 就是将自己的充斥速度 那它有没有带头盔呢 不知道它踏的时候 应该就会有的 你看它全副武装的那种 但记住 始终你是皮包铁 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它就在今天上午11点40多分 因为报警时间是49分 就说了 有一辆旅游巴 撞到踏单车的38岁姓洪的女士 还要过一天就卷了它入车底 头部受伤 接着就救援人员来到 就将它救出 哇 看到它真的惊人害怕 虽然它当时是清醒 现在就送到医院抢救 可能你会说 哎呀 它都在抢救了 你还这样说 有没有搞错 其实呢 我自己见过很多次 这些人 它太快了 就是刚才台湾也说了 一般私家车都可以的 因为你去到那里 都免得开这么快 如果你是休闲地踏 我认为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明显就是这个人 他踏单车踏得很快 是飙出去冲 我还当自己是在赛场比赛一样 你再看回他的单车 他的单车是贵的 是漂亮的 而且你看看泰国的多薄 是冲刺用的 那类是比赛用的单车 他当时那刻 根本就是 我认为没得被他踏 一下子就砍下去 还捲到车底 哇你 你吓死人了 你这样踏得这么快 你不要说 你平时我们开车 电视也常常要求大家 不要超速的 但是你这单车也是的 对不对 他的情况是怎样呢 当时我看到一些报道 都是写那个男司机 刚好得那么巧 都是姓洪的 他们62岁 他就拿着这辆迪士尼的酒店 应该是走云几间酒店的专车 上面有五十多个乘客 当时就说向东冲方向走的 据说这个女士就沿着神奇道左线走 旅游巴就沿着右线走 即是一人一条就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他就失了平衡 就跌了下旅游巴的右线 所以旅游巴就收制不及 将他整个撞到 然后卷进去车底 记住 那辆旅游巴有这么高度 再加上司机位再浪一浪 你的单车在他前面 其实就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你突然间就要去到线 就等于这样 你平时开车 你见到前面那辆车 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又未打灯 你都猜他可能想剪线 收定有或是做定准备 如果你这些车是快到坏的 然后你涉到别人那条线 人家当然是刺不及 把你卷进车底 当然了 你说可能会不会 司机在他旁边 就开得很快 接着风很快就扯进车底 如果现在这样看 似乎是他比旅游巴快 没错 是他比旅游巴快 他是左线 你比右线的车更快 人家右线是右载车 左边的事物件 是留意得少一点 这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 你为什么左线比右线更快 如果你跟着交通规则 是不应该比右线的 也可以是他本身先走 不过旅游巴在那边追上来 也可以 但是你要自己留意 你自己也要留意 或者可能真的要有后镜 你也知道这条路 会有旅游巴 会有的士 会有其他关事 或者私家车 都会在这里出现 所以其实是挺危险的 当然你会觉得 比起一般的路 就叫小车点 就是在这里踩 我们有权在这里踩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这样飙来飙去 你还要踩到这么快 眼睛是跟不上你的 真的 是啊 尤其是单车很小的 很窄 看不到是有时也很难避免的 再加上他这单车在左线 在右线的巴士 也没有完全完全留意到的 通常都是有时可能有点盲点 不是说不应该不看左边 其实是有盲点出现的 你这辆车又这么小的 又刚好下了那辆巴士司机的盲点的话 看不到 你也不能怪他 真的 还有 当时的位置不知在哪里 可能你以为就在左边 记住 刚才台银这样说 即使司机就在两条线之间的最右边 你叫他看到你 不是不行的 如果有些车有些辅助系统 可能会有部电视 就会看到你在这里 你也记住 那个电视可能切开都不知多少份 你猜电视是50多吋大电视 切开几份的时候 再看到你这么小的单车仔 那你自己是否应该要小心 又或者要避免这些情况 如果你真的想练习这些什么 极速大步走 有多快 你其实在机场快线 对出那里不是一条大直路 你在那里飞飽就行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飞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那条大直路是否不够长呢 那条大直路应该比这里 其实很飞 我不太明白 我以前也见过很多次 记住 这些不是用来比你轻速地 玩破风链 玩破风链 可能被人害怕抬上擔架後 那些血量多得連擔架頭 是嗎? 擔架床染了血色 血液流出來 很可怕 我擔心他還能否好得回 這種情況傷到頭也可大可少 我自己就算是踩的話 有個地方是一間大學 大學大到有馬路 有些公路 限速三四十 我都不敢在那裡踩那麼多 因為裡面也會有旅遊巴 或者有私家車走過 單層巴士會走過 我也知道在大學裡面 車輛少過外面 但我也覺得危險 我真的不太明白 因為有些人這麼大膽 這麼多旅遊巴、的士等 在神奇道走來走去的時候 你還敢這麼快 擔架到這麼快 擔架這些平地極速 擔架圈速賽 今天擔架到這麼快 計算你一圈多少速度 擔架這樣擔架 快到這樣 有時司機六十多歲 可能是老花眼 看不及的 即是老花眼鏡 你看遠可能可以 突然看得那麼近 可能會蒙了 也有可能的 不過能夠可以做司機的 照道理 對車四方八面周遭的環境 都應該是有一定的了解 要不然怎樣做得司機 不過你始終一輛大型的車 重型的車在你旁邊 而你輕型 可以說得上微型的 單車照道理 就應該讓大車的 沒有理由飆了上去前面 而搞到別人又看不到 你繼而捲了在車底 你真是黑鬼死成車人 我就希望他沒事了 不過這樣的駕駛行為 老實說是女人女物 又或者路上會有什麼石仔 或者有什麼雜物 樹葉 可能你滑一滑 然後滑到另一邊 死神耐了就是這樣 又或者你突然間 或者失速又側了過去 很多原因令你滑到司機那邊 如果這樣的話 自己就要留意多點 多看幾下 我們今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這個神奇道 想想辦法 看看那些單車 是否應該有機會 就不要讓他們來這邊踩 尤其是我自己覺得 這麼多位置 最令人害怕 和最容易有意外危險的位置 就應該是回旋處那邊 大家如果有湧開那邊的道路的朋友 不妨一起留言說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